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年轻人说 师父 我怎么看您呢 禅师说 你看我有几个脑袋 几个眼睛 我的耳朵 鼻子 嘴巴 我有几个手 几条腿 年轻人说 师父啊 每个正常人只有一个脑袋 两个眼睛 两个耳朵 一个鼻子 一张嘴和一双手 还有一双腿啊 禅师说 你知道他们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青年人说道 脑袋主要用来是思考的 眼睛主要用来是看的 耳朵是用听 鼻子要呼吸 嘴巴主要是吃饭和说话 手要拿东西 脚是用来走路的 这个禅师听后 哈哈 大笑 他说 小伙子啊 脑袋长在人的头上 人是用脑袋让你来好好思考 天地万物万事的 脑袋主宰人的一生啊 人只有一个脑袋 所以必须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啊 人就是没有思考自己的因 所以才会接受果报 谨言盛行才能把握美好的人生啊 人有两只眼睛 因为两个眼睛都是平行的 他告诉我们 做人应该平等看人 平心看物 人要睁开眼睛 眼看四面八方 你要看清这个世界的真谛 你才会有悟性 人有两只耳朵 为什么一只要长在左边 而一只要长在右边呢 因为菩萨让我们要清清 来自正反两方面的声音 叫我们学佛做人 不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 你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个世界 人有一个鼻子 两个鼻孔 主要是依靠它来呼吸 和吸收天地间的新鲜空气 还有一个鼻孔 就是让你来释放心灵的废气 人有一张嘴巴 不能光用来吃饭 而且也要用来说话 人必须吃尽人间的甜酸苦辣 你才能真正地了解人生 记住了 病从口路或从口出 他告诉我们 说话要谨慎 做人要稳重 你才能在人间四平八稳 人有两只手 一只手用来劳动创造 还有一只手是要你把握好 你已经拥有的财富 不要让他丢失 人要把握好机遇 抓住时光 珍惜一切 你才能拥有美好的人生 人有两条腿 人不仅要走前人走过的路 我们更要重新开创自己的人生之路 一个腿往前 一个腿在后面跟上 这就是永远走路要一前一后 而不是两个腿平着走 那就叫跳 所以要跟着前人走 自己后脚要努力 这样才能达到你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个青年非常的心情舒畅 大师你这番教诲使我毛腮顿开呀 接下来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任何人只能看见我们的外表 看不见我们的内脏 我刚好告诉大家 每一个人只有一个心脏 但是他有两个心房 左心房和右心房 也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凡事不要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别人着想 你才能心想事成啊 每个人都有两片肺业 他告诉我们在世界上 要广泛地与人交心通气 你才能心平气和 随心如愿 每一个人有一个胃 他既要吸收美好的东西 也要消化排泄不良的东西 他才能茁壮成长 每一个人都有弯弯曲曲的肠子 他启示我们的人生的路 那是曲折不平的 凡事不要怕挫折 我们要一门精进 好好地学佛 才能到达佛的彼岸 每个人的内脏 还有很多重要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 它是我们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东西 他告诉我们 生命中的每个人 都是我们的贵人 台长曾经说过 应该懂得什么叫贵人 贵人就是你珍惜身边所有的人 你就会得到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护帮助 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贵人了 世界奥运的跨栏冠军 刘翔 他的贵人是他的师父教练叫孙海平 上海市政府在刘翔夺冠之后 奖励他三十二厅的装修房 刘翔非常的善良 他感恩心很重 他就将房子送给了孙海平教练 孙海平教练也是一个孝子 他得到了这个房子之后 把房子给了他的母亲 我们一个学博人要想成功 一定要学会感恩 感恩的人才会有贵人啊 学会放下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实际上都是截然一生啊 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到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要带这么东西 想到哪里去带得走吗 除了父母亲给予我们的肉身 我们一无所有 就是这么一个肉身 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人生在世间何其短暂 数十年眨眼即过 对于大千世界来说 我们人只是匆匆的过路客 不懂得放下 你会影响你的健康和身体 要想活得长久 只能是空患之想 放下就是解脱 有一个人挑着担子 前面是花瓶 珍贵的 后面也是花瓶 一边走路 突然之间一个花瓶掉下来 睡了 他看也不看 继续往前走 别人叫着他 哎哎 你的花瓶睡了 你的花瓶睡了 他一边挑着担往前走 一边跟他说 睡了也就没有了 没有了 就又不能弥合 我继续走我的路 所以我们要把过去做错的事情 过去的压力 所有一切都要放弃 这就叫过去了 所以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也会过去 那也不可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